上次作战的失败的几日后 这一次的战斗室由超人将军和亚兹斯侯爵系统作战 科医药塞研究所这边射到了一个兜箭游击过来的包裹 严春拿到控制室后放到了桌上 要等智囊回来再拆 小鸟通知了波士兜箭游击礼物的事情 净吐槽波士什么都没有 都是立刻反对啊 先向小鸟展示了波士机器人和魔人Z共同战斗的照片 和怀念以前一起战斗的岁月 智囊回到科医药塞发现了包裹 打开后呢是一个波罗 刀刑造博士感觉到不对啊 仔细观察后发现是一个炸弹 等所有人闪开后正好爆炸 为了保护智囊 博士的后背射到了重大创伤 原来这都是亚兹斯侯爵的阴谋 亚兹斯侯爵出动了地底战车 莫古拉东如荫 莫古拉洞从地底入清科要塞 刀刑造博士因为是改造人的关系 所以只需要紧急修理 如果不是改造人那一下就炸死了 手术中的时候站在要塞靠近 出动了谍暴军战斗兽 贵拉松斯 读音 丢达宋斯 严纯受伤的情况下 蝶也需要防卫科要塞 现在只能派出乌尔机器人 去对抗战斗兽 大门神这边开始和德蒙尼卡战斗 德蒙尼卡扎入水中 引开大门神到其他地方去 为了给地底战车做掩护 贵拉松斯的武器是一把长臂用武器 两头都有双刃的斧头 它可以使用催眠光线 达到催眠术的效果 让敌人听自己的命令 第几战车 莫古拉东已经非常接近柯要塞 亚尔组口局也开始对大门神进行反击 这时柯要塞传来联络 或者战斗兽 战斗的地下出来了不明的震动 柯要塞非常危险 贵拉松斯腰部发出大火球 威力十分巨大 一发就打穿了柯要塞的防护罩 都见到博士修理完毕 回到控制室指挥 这时大门神回到柯要塞 开始对战柯要塞 都见到博士传来联络 是否能唤醒他 不过轰天雷的话 这个刺激就有点大 不过是恢复正常 立刻攻击柯要塞斯 不过被一个小飞虎直接击倒 在要被触行的瞬间 大门神成功救援 大门神使用双剑龙 成功压制住了柯要塞斯 最后用回旋镖砍掉了他一条腿 不过这时 德蒙尼卡在猛攻防护杖 大门神将战斗兽交给博士收尾 最后开始对德蒙尼卡攻击 反正地底战车进展顺利 所以压着所有角 虽然被对手砍掉一条腿 但是不是机械人能击毁一个战斗兽 还是比较难得的 但是对付地底战车 博士发动了大门神的飞行挂架 让大门神对准指定地点发射 钻入地下的飞行挂架 进入了岩浆层 让岩浆顺着地下的通道 淹没地底战车 如果不出气的话 自己可能就不会被烧死 超人将军没有办法 只能从地底往上钻 不过钻到最后 把自家的要塞 钻出了一个洞 还是比较尴尬的 德蒙尼卡没有办法只能撤退 在几天撤退后 大门神将岩浆喷出的入口 使用胸部冷冻光线成功堵上 这次作战失败 不过地狱大元帅 看起来有什么新的计划 虽然战斗胜利 不过不是催眠术 没有完全解除 将铁野人做兜甲而一直纠缠 最后还是来了一次物理疗法 才彻底解决掉 这一次再一次阻止了 麦琪祭国的进攻 上次作战的几日后 严纯一个人在山路飙车的时候 一群暴斗族过来袭击 在袭击的过程中 一发导弹突然袭来 严纯和一名暴斗族成员 被余波炸晕过去 城市中出现了猛兽型战斗兽 脱欧斗拉斯 所谓呢 特欧斗拉斯 特要塞接到消息 铁野驾驶扎魔神出去迎击 严纯醒来后 将暴斗族昏过去的成员叫醒 这个男人叫生田信一郎 严纯感觉这个人好像认识的样子 这时导弹再次袭来 大魔神在和特欧斗拉斯交战 特欧斗拉斯看起来像人马 腰部两侧有导弹发射口 一只手持有盾牌可以防御攻击 另外一只手三叉戟可以发射激光 严纯这时已经认出了悉尼郎 他是严纯年幼时代玩伴 在小时候 悉尼郎是一个即便困难 也会拼命努力去做的人 但是现在的他是一个 只会炫耀车技的暴斗族 严纯劝悉尼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顺便夸了一下大魔神和铁野 并留下战斗保护和平是十分有意义的话 大魔神利用火旋标 成功打断了特欧斗拉斯的盾牌 因为锁出位置是发电厂的关系 大魔神并不能在这附近使用威力过大的武器 大魔神一边承受攻击一边后退 终于把特欧斗拉斯引到了可以放弃战斗的地方 最终一招轰电雷消灭了对方 目组了这场战斗的悉尼郎 放弃做一个暴斗族 这时他有了更大的目标 超越岩准和地义 让世界和平 正巧亚兹自侯爵来到这里 本来他是想要利用悉尼郎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没有想到悉尼郎想要去见暗黑帝王 最后带他来到了迈西尼帝国 暗黑帝王面前 悉尼郎请求停止战争行为 并希望任命自己为迈西尼的使者 他会劝阻克要塞停止斗争 暗黑帝王将悉尼郎交给了手下 既然加入了迈西尼帝国 悉尼郎就必须遵守他们的规定 他将被改造成战斗兽 经过改造成了谍暴军战斗兽 格鲁尼卡斯 主言盖鲁尼卡斯 暗黑帝王让格鲁尼卡斯 出使克里尔赛 并承诺会暂时停止攻击 不过其实是在利用他 竟在体内装了炸弹 格鲁尼卡斯来到克里尔赛门口 呼叫铁也和言纯 打大门神出现后 希望铁也承诺停止战斗 铁也的表情凝固 觉得战斗兽也学会了开玩笑 大门神拿起魔人剑就攻了过去 格鲁尼卡斯只能用场枪招架 这时维纳斯A过来支援 经过悉尼狼的呼叫 严纯阻止了大门神 这时都见到解释到了 前往发电所的德蒙尼卡要塞 大门神立刻追上了要塞 使用轰天雷开始战斗 严纯向悉尼狼说明了 他被利用的事实 那样之后绝出现 说出了格鲁尼卡斯体内没有炸弹 因威胁悉尼狼如果不消灭维纳斯A 几分钟后就会爆炸 悉尼狼打算牺牲自己 严纯一直靠近对方 希望双方一起想办法 开出炸弹 但是悉尼狼想要死得更有意义 说服了严纯 将自己带到了格鲁尼卡旁边 正巧都见到不是给提叶发射了飞行挂件 悉尼狼利用他冲进了要塞内部 在样子后爵面前完成了自爆 要塞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样子后爵也受到重创 没有办法只能撤退 因为悉尼狼的牺牲保护住了发电厂 再一次阻止了迈秦帝国人毛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